當然還有其他的 比如說包含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這個年我不要這麼多年 我可能只要八年 七年 六年 甚至更少 可不可以做出一個動態的 年 按下去 先把資料清除 請輸入幾年 比如說我八年就好了 按確定 好有沒有 把十年清掉 剩八年 如果我不要這麼多 五年好了 把八年清掉剩五年 那如果我要恢復成十年 按確定 他把五年清掉 幫你增加成十年 這個怎麼做 很簡單嘛 反正也是VBA 他可以先把 舊的清掉 再把什麼呢 新的加上去 利率可不可以 也可以 所以這邊也寫一個利率 利率你最多 這個應該是最多到幾% 比如說你要 最多到1%就好了 因為 1.5好了 假設最多到1.5 那你可以輸入1.5 按確定 他就幫你跑到1.5就好了 利率 那我要最多3% 按確定 自動就幫你跑到3.8 停下來 那 邏輯上也是一樣 第一個 先偵測你最下面到哪一列 把這些範圍的資料清掉 第二個 加上使用者填的那個範圍 那因為1% 它的中間間距是 0.125 等於是有8個間距 所以你必須要 要做乘8或除8的這個計算 那最後輸出要剛剛好 這個怎麼做 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個可以給各位 當成是 一個練習題 那結果 答案都在這裡 我寫出來的 第一個 我會先去做什麼 扣 扣什麼 扣那個 清除計算 也就是先把資料先清掉 然後呢 再請那個使用者輸入什麼 幾年 這個部分呢 其實是 把剛剛的東西 摳過來用 幾年對不對 然後呢 先清除舊的 清除舊的去偵測到 他的年是橫向的 所以他最右邊 那一籃是哪一籃 然後把它清掉 清掉之後再輸入新的 所以有123 利率的話也是一樣 先清除 輸入幾個利率 清除 輸入年 輸入年這個地方 我為什麼把這個地方放大 因為 同學要想最久 真的 因為我這也是想很久 所以我想 你們應該會想更久 甚至想不出來 所以我就把它 放大 那這邊的話 因為乘上 0.125 所以 那 這邊的話 為什麼要 用8 因為他0.125 跟1之間就是相差 就是8 那為什麼要加3 因為我的位置 特別說這個位置有沒有 是在 123 第4 這個位置 所以你的位置 必須要 稍微再調整一下 才能夠輸入到正確的位置上面去 所以這部分的話 提供給各位參考 這個是額外 的衍生練習題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想想看 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達到你動態 增加年 跟利率的 這個目的 所以你做出來的話 年 5年就好了 利率 假設是2% 直接按計算 他會問你存款金額 你就輸入一個存款金額 就幫你算出來 那這個部分呢 當然也適用在其他的啦 包括你要算什麼 像最近那個外匯也是 變動很大 像大家都知道嘛 逢低買進 逢高賣出啦 所以我也會計算一下 像我之前呢 也在那個日幣 比較低的時候 幾乎是比較低的時候買 然後就買多一點 那現在 發現賣掉 那個 投資報酬率應該超過10%吧 但是你要知道說剛剛好 沒有 我是學那是運氣好 我怎麼知道低點在哪裡 不過你可以看歷史啦 已經真的是 歷史史上沒有這麼低的 那當然就是可以買了 再怎麼低也不可能 因為日元總有它一定的價值 再低的話 這個國家就破產了 現在是台幣太高了 也可以做一個計算 類似像這樣的方式 我想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其他還有就是說 有關匡限 因為我之前前幾期有一班就這樣 講完之後 結果同學 真的很認真 回去就想了 因為他的工作好像跟飯店有關 那他就想說如何利用呢 類似的 用在什麼 這個喜宴 會客要排桌 那一桌剛好最多12個 10個大人 兩個小孩 然後呢 他可以 而且這個是他寄給我的 他把那個敘述寫得很清楚 理由也寫得很清楚 但是他最後呢 他也把他寫出來了 就是先清除 Clear 清掉 那比如說已經有個名單 這些都是名單 他要幫他排桌 所以按下排桌 那時候 那時候 呢 那時候